同学们大家好,这节课呢,我简单带大家来做一下上节课留的作业 我呢,带大家再来做一下右侧的这个推荐区块 剩下的部分呢,大家自己来完成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前面写的代码 SRC目录下有Pages 我们打开Home这个目录下的Components 找到Recommand这个组件 我们呢,来写这块的代码 首先呢,它最外层要有一个容器 我们可以写个Recommand Wrapper 好,接着呢,它里面会有一项一项的内容 Recommand Item OK,我们写几个 写两个就可以了 那它从哪来呢 Import Re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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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From 上一层目录的style这个文件里面 所以我要到style.js里面去定义这两个组件 到最后 我们来写 Export Const Recommand Wrapper style. DIV 好,它没有过多的样式 好,它没有过多的样式 Margin上下呢,都给一个30px就可以了 左右我们给它0 Y子呢,给它280px 保存 当然之前呢,我们这个宽度啊,在上面写的有点问题 我们翻到上面 HomeWrite 这个宽度应该是280像素 不是240啊,有点小了 写好了我们保存 我们还缺一个叫做Recommand Item 我们再来写下 Export Const Recommand Item Install .div OK 它呢,Write 是280px 也就是 再来看 右侧的这个小的一项一项的内容 它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宽高啊 是280x50 我们呢,就写它的宽是280 高度是50px就行了 它呢,会有一个Background 我们给它一个URL 里面呢,我们写一个字符串 写哪个字符串呢 大家来看 我们随便找一个 第一个这个图片 我把图片拿过来 地址写在这儿 当然呢,简术这个网站啊 它的这张图片做了防盗链 所以大家呢,在这个图片前面加一个HTTP协议 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是可以使用这张图的 保存,我们到页面上来看 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时候这样的一个区块就出来了 我们呢,调整一下 Background size 等于content 再来看 OK,没问题 右侧这个布局就做好了 但是我们说啊 它的这个图片 大家看啊 你是不同的图片 可是我这么去写 recommand item 它的背景图就全都一样了 于是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把这个图片的地址啊 剪切一下 大家来看 当我在使用recommand item的时候 我可以给它传一个属性叫做imageURL 等于什么呢 第一张图我让它等于刚才的这张图 第二个item我让它的图呢换一个 我们来找另外一张图 比如说简术版权这张图 复制出来 到这粘贴 前面呢 你可以加一个http协议 如果不加呢 大家会发现这张图好像显示不出来 我们暂时先加上 保存一下 在steal这里面 recommand item 如何去获取传过来的这个imageURL呢 它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语法 这是一个多行字符串 里面呢 可以欠套写一个dollar花口号这样的gs表达式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写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可以接收props这个参数 它有一个返回值 你要返回什么呀 props.imageURL 也就是你刚才在这儿传递过来的imageURL 这是steal的components的一个写法 或者说一个语法 写好了 我们来看这里没什么问题 保存 回到我们的页面 刷新 它说这块我们代码写的有问题 我们看哪里写的不对 在这里我们少了一个发口号 再保存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右侧呢 就选出了这两块内容 当然我们说 我们的这两个图片 也不是在这里写死的 也应该定义在公共的数据里面 最后我们打开store下面的reducer 在下面我们再建一个数据项内容 叫做recommendlist 也是一个数据 好 它有id1 imageURL 我们把它的imageURL复制过来 保存 粘贴 都好 我们接着写 把这个去掉 再写一个对象 id2 imageURL 把第二张图拿过来 这块呢 我先把它去掉 第二张的图的地址 我也放到reducer里进行管理 好了 公共的仓库里面 就有了recommendlist这个数据 那我这个组件想用数据怎么办 又是套路 import connect from react-redux 在这儿 我们用connect 做一个连接 好 我们先用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先给它填一个none 第一个参数叫做mapState 我们定义这个参数 它等于一个函数 函数要返回一个对象 它会接收到state 我们用一个state.get in方法 获取到home这个组件下的recommendlist这个内容 把它放到这个组件的this.props.list里面 那么这块我就可以这么去写了 this.props.list.map 好 它会接收一个item 我们呢 让它返回的内容 是谁啊 是不是就是这个recommend item return recommend item OK 这里的imageurl等于什么 等于item.getimageurl 好了 再往后 你循环的时候 还有给每项一个k值 k值应该等于item.getid 实际上这个id啊 我们后面会说 它其实是后端从数据库里得到的一个id 这个值一定是唯一的 保存一下 我们回到页面 刷新 好 它说connect is not defined 我们这块拼写错了 多了一个n 再来刷 OK 右侧这块代码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作业呢 我就简单带大家做到这儿 下面这个writer这块呢 大家可以简单做个处理 我来写一下吧 打开component这个writer组件 我们呢可以写一个容器 叫做writer wrapper OK 我们写 homework 这是大家回家要做的一个作业啊 自己可以完善一下这块的内容 好 从哪里呢 import writer wrapper from上一层的style OK 我们到上一层的style里面去写这个writer wrapper 这块呢 大家别忘了加分号啊 规范一下你的代码 OK 我们写y字 你可以写百分百啊 或者写278px 给它一个border 1px solid 几号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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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radius 给它一个3px 然后呢 height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300px line height 300px text align center 保存一下我们 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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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bypx sumbypx align 继续 同样的 阻力 计